男人是个落魄的房产中介,房子没卖出去几套,却因为长相帅气而被房主的美貌妻子看上 二人成天呆在出售的空房里撕混缠绵 在堕落成这副模样之前,阿杰原本是个单纯的阳光少年 千禧年,台湾第十任总统选举开票之际,年少的阿杰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小平 二人一见钟情,彼此倾心,后和朋友们一起去山剑玩耍 西边独处时,小平得知阿杰的外号叫诗人,于是让男生念首诗给自己听 诗词略显稚嫩,可彼时的阿杰不会知道,和后来残酷的时光相比 那时他写过最好的爱情和生命之诗,千禧年盛放的阳光转瞬即逝 毕业后,小平在当地找了份工作,阿杰则应召入伍当兵 尽管身处异地,但二人的感情只增不减 对彼此共同的未来也有着诸多规划,比如还学贷 存买房的头期款,旅游的基金等等,小平一概做好了安排 阿杰也是一样,他放弃了继续参军的大好前程 梦想着退伍后工作赚钱,结婚生子,和小平过简单幸福的日子 那时的他们对将来满是期待,可惜上天并不会眷顾每一份平凡的梦想 一日父亲来军营看望阿杰,父亲经商失败,和儿子的关系也不好 阿杰没说两句便匆匆离开,就连父亲带来的离也没吃上一口 几天后,噩耗传来,父亲选了绝路,已经死亡 目睹父亲已燃冰冷的尸体,阿杰不住地怒吼 对于父亲的懦弱,他的心中全是怨恨 在警局做笔录,以及操办葬礼,小平始终陪在阿杰身侧 送父亲走完最后一程后,阿杰也按计划退伍 打算和女友一起经营属于他们的人生 但不幸总是比幸福来得要快 父亲欠了债,讨债地找上阿杰,要求负债子还 当时,阿杰在银行找了份工作,收入普通 不愿也没有能力替死去的父亲善后 对还债之事总是消极处理 讨债的人不依不饶,不仅抢走阿杰的手机 还派人在他家门口日夜蹲守 因为债务问题,阿杰和女友小平罕见地吵了架 之后为躲避讨债的,二人有家不能回 只能躲到宾馆里赞住 卑微生活的期间,阿杰努力安抚女友的情绪 以为可以一直这样逃避下去 可某个晚上,讨债地为了威胁 居然将阿杰劫持到工地 二话不说,将他埋进了沙石堆里 那晚,无法动弹的阿杰生死力竭地哭后 他曾幻想和期盼的平凡人生尚未开始便已经破灭 被埋了一天一夜后 阿杰终于不再逞强 并向女友小平求助 小平决心帮助男友一起面对 恳求和自己相依为命的姑姑帮着阿杰还了一部分的债务 尽管身上的担子减轻些许 但对阿杰而言,从此他的内心被悲愤填满 阿杰知道,昔日那个单纯无畏的少年再也无法回来 台湾第13任总统就职的这天,阿杰总算还清剩余的欠款 漆黑的隧道内,阿杰烧掉债务的票根 还钱这座大山被卸下 可这并不意味着生活能重新开始 时代的氛围躁动不安 不知不觉中,阿杰和女友的感情变了味道 这几年,阿杰转战不动产行业 可惜,经济不景气,房子不好卖 阿杰仍然是个挣扎在生活边缘的普通人 被生活所困的同时 阿杰邂逅了昔日军队中的女中尉 女中尉已经结婚,委托阿杰帮自己卖房子 房子迟迟没能卖出去 阿杰却开始和中尉辗转各个空房日夜偷欢 缠绵数月后,中尉说了再见 阿杰并不伤心,也并未挽留 对如今的他而言,人生不是诗句 而是一滩死水 女中尉离开后,阿杰偶然发现 女友小平上了一位富二代公子哥的豪车 二人似乎关系亲密 夜里,小平在阿杰身上求婚 他想和男友结婚,想生个孩子 这也曾是阿杰的梦想 但如今听到这话 阿杰却再没了亲热的心思 钱是还完了 可他身无分文,如何结婚又如何养育孩子 为此,情侣俩再度争吵 争执间,阿杰说起和女友关系亲密的富二代 小平解释对方和自己是工作上的关系 被自卑占据的阿杰并不信任女友 一天晚上,阿杰发现富二代给女友发消息 意识到对方在追求女友 于是出声质问 小平也说了实话 在和阿杰交往期间有很多男人追求过他 还有许多人劝他分手 女友的话令阿杰记载的情绪彻底爆发 索性以小平想生孩子为由 阿杰意图侵犯女友 面对此情此景 小平无辜的落泪 她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目睹女友哭诉 阿杰这才收手 并激动地打骂自己 其实和女友一样 她也不明白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明明很努力地在过生活 明明想要的不多 可人生还是一如既往的糟糕透顶 这场争执过后 阿杰决心去大陆投奔昔日军中的同僚 小平去机场送别 阿杰轻声说了 让女友照顾好自己的话 随后便独自踏上远行的路途 曾几何时 阿杰承诺 等在大陆稳定下来 就将女友接过去 但其实二人信之肚明 不论阿杰能否翻盘 他们俩已经无法像过去一样 经得起异地的考验 这场离别对他们而言便是分手 遗憾的是 这几年 阿杰在异乡的发展并不顺利 2016年 遭欺骗而一贫如洗的阿杰打算偷渡 结果遭到逮捕和关押 后在朋友的帮助下 被保释并回到台湾 从朋友处 阿杰得知小平的现状 他离开的这些年 小平被伪装成富二代的男人玩弄 不仅剁了胎 还患上抑郁症 曾一度想不开 阿杰放不下昔日的女友 于是来到小平家中探望 小平消瘦了许多 眼中再也没了昔日的光彩 但面对曾抛弃自己的前男友 小平不计前嫌 为阿杰刮胡子 剪头发 走投无路的阿杰重新回到前任身边 深夜漫长 阿杰常常睡在女友身侧 无声的哭泣 岁月轻易逝去 被生活抹洗的她 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写诗的炽热少年 在故乡 阿杰找了份开出租的工作 勉强为生 但某天 姑姑给了阿杰一耳光 痛斥她 伤害了小平 阿杰哀求姑姑给自己一次机会 余下的人生 她想要照顾小平 想要重新来过 姑姑却已然死心 当年小平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阿杰选择离女友而去 因此如今 姑姑无法原谅 更不打算接纳这个曾一再犯错的男人 姑姑的话戳中了阿杰 她本想就此放手 可那天小平买了很多菜 给她做了顿丰盛的晚餐 阿杰以为女友或许已经走出阴影 夜里二人久违地缠绵交欢 寄情以后 小平希望阿杰再给自己念一遍诗 就念千禧年那日在西边嬉闹时 曾读过的诗 阿杰没有念诗 而是向女友求婚 历经沧桑 如今的她想给小平一个安稳的家 漆黑的夜里 破败的屋顶滴落水渍 阿杰从睡梦中惊醒 此时她看到 小平已然选了死亡这条绝路 原来小平看似恢复 实则早已坠入深渊 失去唯一的慰藉后 阿杰在讨债集团处买了把枪 后找到曾玩弄女友的伟富二代 打算为小平复仇 富二代解释 真正伤害小平的不是自己 而是在四年前离开她的阿杰 阿杰顿然崩溃 随后持枪朝着空旷的隧道 射出悲愤的火花 隧道的拐风口 滴着肮脏的沥青 一如阿杰糟糕透顶的人生 放过富二代后 阿杰回到 曾和小平一同生活过的房子 眼前点点滴滴 都是过往的记忆 到了 阿杰写下千禧年 曾给小平念过的诗 那一年的西边 阿杰与小平亲吻 牵手 彼此在最好的青春里 确认了对方的心意 一完青春 阿杰依然扣下班机 选择死亡 从千禧年到如今 曾充满希望的生命之师 悲戚地画上了句点 影片中 阿杰和小平的每一个人生阶段 看似只是个人的选择 其实都和时代环环相扣 电影用选举等政治事件 表现时代的流转 世界的改变 看似遥远的政治 其实对普通人的生活 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千禧年 岁月欣欣向荣 阿杰谱写了希望之师 但在往后的岁月里 时代所赋予个人的 是成家的焦虑 结婚的压力 以及无休止的贫穷 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下 阿杰所象征的是 身处底层的无数个普通人 小人物 而他作为人生失败组的经历 更是社会中间分子 绝望无助的缩影 即便是在如今的时代 无数看似主动抉择的普通人 其实不过是在岁月的裹挟下 被动的前行 我们想要爱人 也想被爱 可时代从来不听 我们心中的呐喊与挣扎 到了我们唯有感叹 人生若只如初见 该多好 电影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米虫 每天定时打卡 米虫观影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 拜拜